过去四十年 我已经想到我的生育家 每一天 我一直在想到 我跟他们有多少相似 和我相似的 我从来没有在我的生活 我从来没有恨他们的 我只是想他们 我只是想他们会继续我 虽然我从来没有见到他们 我心里面对他们的 我都很难 这是1月27日晚 一万箱在美国的家中 录制的视频 表达出自己对中国亲生父母的思念 一万箱并不是这位女孩的本名 而是在16年前 江西宜春的社会福利院里 给她取的名字 2003年7月30日 一万箱被遗弃在宜春市火车站门口 宜春市110报警台干警王辉发现了她 在她的身上 找到了一张红纸写的出生日期 2000年5月10日 随后 王辉在当天将她送进了 宜春市圆州区社会福利院 进福利院一年后 美国的代理夫妇 恰好来到中国收养孩子 2004年11月10日 江西省民政厅为代理夫妇和一万箱 办理了收养登记证 收养关系便从登记这天起成立 很快 四岁半的一万箱 作为养女 随代理夫妇飞向大洋彼岸 开始了她在美国中产家庭的全新生活 童年的一万箱 被养父母代理照顾得很好 像其他孩子一样 开心快乐地成长 然而 随着年龄和认知的逐渐增长 一万箱终于意识到 自己跟身边的美国孩子不一样 sometimes I wish I never been adopted from China at all I know this is a very ungrateful statement to say and I know that I wouldn't have had all the opportunities I've had in America however despite all the things I've gained in my life I've lost so much too I've lost my language 正在美国探亲的摄影师刘红是一万箱养父 理查德代理的朋友 这几天正好硬要到代理家为他们全家拍照 在刘红的快门抓拍到了一张照片里 一双大手看似轻巧熟练的 正拿着一把红色梳子为他梳理头发 细微之处无不体现出养父对一万箱的宠爱 刘红说 养父为了让一万箱开心 处处都随他所愿 得知他想回到中国寻亲 一直都在全力支持他 也一直在积极寻求帮助 而找到她的家庭 我们将在我们的力量做到所有的力量 让这事发生 宜春市圆州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王永江在接受中心车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 圆州区社会福利院正在调取一万箱 当年收养档案资料 试图通过一些特征线索 帮助他找到亲生父母 如果我把这些特征找出来 我们现在就在做第一步 把当时的情况 那个简的情况 它都有记录上 对 都有记录上 我们目前在做这一步 把这些基本情况弄清楚以后 我们准备发动 那个就是 通过那个微信群 或者通过派出所 再来查找 就是发动全社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